這個排檔頭 很像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以前那個老人家拿兩顆鐵球 你有沒有玩過? 沒有 你有沒有玩過 想玩嗎? 遇到那個心儀的女性 你就說 你有沒有玩過兩顆球 我都沒有 你說想玩嗎? 我有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司推車 推這台 推這台 應該差不多買回來一年了 一直要推沒有推 然後是這個1998cc吧 沒記錯的話 155匹的馬力 19.9公斤米的扭力 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直六四速自排的 然後這個車是當時很多老屁股的 心目中的夢想車 包括我 可是我是比較喜歡i1300 因為它稀有性比較獨特 比較有 這時候那時候造型出來其實還蠻屌的 到現在看應該還不錯吧 到現在還是很帥啊 還是蠻帥的 尤其這個還沒有改裝 你再加上改了一些大包啊什麼改一下 其實這個車可以變得很帥 然後當時是17吋的鋁圈 然後我覺得當初對角是在它這個後面 四元燈 顛覆傳統 做出這種透明引底的尾燈殼 然後我們看一下內裝好了 覺得這台車的內裝才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門板上都有這種擠皮的 座椅的中間都是擠皮的造型 這個是第一個我喜歡的地方 第二個 儀錶板 三環式儀錶板 這個儀錶板有點類似這個 手錶 迪通拿什麼 三眼 這個錶啊 類跑車式儀錶板 好 那它上面呢 除了這個正常的時速跟轉速錶以外呢 它另外又提供了三個小的視窗 一個是你的平均油耗 一個是你的電壓表 還有一個是你的水溫表 第三個 這個 類法拉利排檔頭 這個一定要很亮 不能閃閃 也不能變髒 這個多帥啊 那時候在改手排的時候 那個法拉利狗鼓頭有沒有 連下面這一根都要是鐵的喔 那個光拍照起來就很高潮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很多車都不這樣用 我記得好像這個 ARTIZ的Z版用過 可是很奇怪 在ARTIZ裡面看起來就 覺得是一個那個 東方人到夾爛的感覺 這根東西不應該在它身上 你知道嗎 就覺得很不搭 那它當時的這個恆溫空調 也是做圓形的這個 機械式的恆溫空調系統 所以它不是那個一丁一幕的 現在這個後座 前座是我坐的這個位置嘛 我來坐一下後座 你看那時候多高級 連這個都是金屬台 重點是到現在還沒有成就 它在02年之後有小改款 它99年初 02年小改款之後 多了兩個氣簾 所以你買到的 如果是小改款之前 02年之前是沒有氣簾的 只有四個安全氣囊 正面跟側面而已 我可以不要坐嗎 坐一下 沒有捲頭 不過頭部蠻局促的啦 因為它後面這邊 有抓一個斜度下來 我覺得頭部就還蠻局促 啊對還有一個我沒講 剛剛講三個喜歡的 第四個 那時候的LASSERS 做的都是這種長矛地毯 很厚喔 這個至少大概兩公分厚吧 這個我很喜歡這個長矛地毯 這個就是質感的感覺 好看一下後車箱 它的後車箱很神奇喔 它就做一個 凸置型這樣而已 這邊很窄 然後現在這些沒什麼 那種那時代的車下面就是一個貝胎 那種工具都有 欸你看工具都有 你知道我們那328影片 網友多無聊 問我說工具有沒有補回去 去小北百貨買啊 補一補就好了 我們今天這個是 Sport的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沒有F-Sport 那時候是IS200Sport 跟上面LASSERY Sport的我印象沒記錯 因為真的很久了 17吋女圈 五爪式的 然後那個16吋是多幅的 然後我記得內裝 剛剛看的那些集體有沒有 那都Sport版本還用 如果沒記錯 有所有的話網友糾正好 欸它有沒有電動可折的後照鏡 你知道 68 有 所以你看 這個車 勞工勞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多少錢 花這個錢 買這樣配備這樣的車 雷克薩斯 高級偷擦 不壞的單子 看已經是什麼 然後它當時就已經有可變氣門了 VVTI 那這個車回來我們也做完整備了 你看包含這個皮帶 我們都看得到是新的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像那個時代LASSERY 我們可以看這個玻璃上面的 有沒有看到LASSERY這個系列 每一片玻璃都有 透過這個序號 我們就可以明白 包括這最小塊的都會有 就可以明白它的這個玻璃 是不是同一個年份出廠的 是不是同一個時期的 同一批的 有沒有之後因為撞擊啊 什麼狀況 而去換過玻璃 所以這個也是在觀察 這種老二手車的一個小小的美感 你當你去看一些 比較年份比較老的二手車 我們當然很希望買到那種 老帥啊老帥 美魔女等級的 老車 那其實有一些細節 你都要去認真的看一下 那玻璃上面的LOGO 跟它的代號跟序號 就是一個可以注意的細節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去試駕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這台車的價錢 走 這台車引擎腳蠻正的 很正喔 不是正點的正喔 是震動的正好不好 蠻正的 不操 這個車喔 當時它1999年的時候上市 它本來是要跟這個 你知道這對手很明顯 DMW的3系列 它跟DMW比嗎 很明顯啊 它們的開架 車子的尺寸 引擎的排氣量 基本上形式數據都很類似 所以當初很明顯 這台出來就是要佔DMW3系列 這一批它的那個 前後的懸吊是雙A倍 很難得喔 一般Lacens當時定位比較高級方車 它都是用這個多連桿的形式 它特地使用雙A倍 雙A倍當然最有名的就是之前的喜美 它是一個操控的代名詞 那在1999年到約末2001年的時候 雙方的戰爭還可以打得這個水生火熱 可是01年之後 S200就稍微輸掉了 因為當時在2001年的時候 B&W它的2.0的 直六引擎呢 它推出2.2的小改款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點拉開差距 再加上這個IS200的銷售期 有一點直線疲軟的態勢 所以它2002的時候 這台車也有做過一次改款 可是它小改款後繼無力 因為它引擎沒有改 它只有改一些小地方 比如說這個車身穩定系統 跟多了兩個氣連 2002年以前是四個氣囊而已 那2002年小改款之後呢 它就多了兩個氣連 就變成六氣囊 但是羅浩 B&W那時候就勢如破竹 我有機會 我真的要收藏 我一定會收藏S300 因為我覺得那個在馬力上面 對我這種老屁股來講 它覺得比較爽 那2000的我現在開起來 因為我們這一段剛上個霧霧 那你知道我們這一段其實是爬坡嗎 但是我剛油門稍微踩身 其實它的加速度就感覺沒有 沒有那麼有感覺 真的有一點老態 這個已經算是很初期的Lazos車款 因為本來Lazos的定位是中大型方車 要做高級 它來做這個小車這一塊 而且又剛開始騎車的時候 我跟你講它的用料一定是很不錯的 可是我覺得這車開起來蠻輕鬆的 就是它順暢過彎啊 或者是在變換車道啊 那唯一一個就是緊急要加速超車 顯得有一點疲累 可是我會覺得 我比較覺得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這一批車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當時Lazos 我們拍過LS460一樣 它其實上面充滿著環保期 包括中控台會整個裂開 光這個要處理 兩三萬就跑不掉了 好家在當時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這台中控台的狀況還算不錯 我們只有做簡單的清理而已 但是至少它沒有到破裂 那個整理起來就沒辦法 那一定要整個皮都換掉 或者是整座中控台都要換掉 那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去換這個中控台 或者是換中控台的皮 其實事小 兩三萬花具 可能就可以弄好對不對 可是我不願意的 其實我最不願意的是 整個中控台卸下來 因為我坦白講 台灣外廠這種拆裝的這種工 跟這個精細度吧 我坦白說 我自己的經驗看起來沒有那麼完整 所以我覺得通常有猜有狀 會不會掃螺絲啊 會不會裝歪啊 有異音啊 那個都很難講 有時候中控台合上去的時候 它的邊緣會有一些這個泡棉 那去墊住這個中控台的周圍 可是通常有時候啊 你往我卸下來以後 那個革命 比如說撲掉了 撲掉了 通常外廠不會在便利補這個革命 它就直接給你裝上去 所以你很多異音就在這個時候 就跑出來了 那當然它包含了它的一些把手啊 中控台其實這個 那個時候全部都是環保器 這個就好處理了 這個就我們之前 隔壁傳教市場講 要清一清 多一些簡單的噴漆上去 其實就OK 但是其實這個中控台的部分 是最麻煩的 這個車現在2004啊 2005啊 最後會批出到2005 你在車況好 你在這個市面上 你要買 一定要買到二字號以上 那你相較很簡單嘛 你去比BMW的320 如果車況好的話 2004年 2005年 你也要買到 一定要適合 但是換作一句話講 車況不好的 報費上也蠻多的 修到懶得再修了有沒有 我常講過這個車是什麼 三寶2.0台類有沒有 很多時候 你假設你花20多萬 那你可以去買一台什麼 20多萬的COPUS 20多萬的FOCUS 你如果想要晉升這個進口車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怕回來修到脫褲子 很多人都會選擇Lasus 那這個Lasus 我自己常遇到的一些通病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環保漆的部分以外 那它有一些 可是我覺得不能說是它的通病 它蠻常亮引擎燈的 大家亮引擎燈就是在一些寒氧桿汽器 寒氧桿汽器其實我覺得是很多老車 時間到都會壞的問題 還有一些這個點火線圈的問題 要特別注意 反正老車一樣嘛 你回來 反正耗彩該花多少錢 才是重點 有時候反而有沒有泡水有沒有事故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欸其實不是這個是這樣 事故車總不可能都報廢掉了嘛 對不對 第一個事故有分這個嚴重或不嚴重 假設它沒那麼嚴重 然後修復 而且有告知嘛 我覺得最多的問題就是發生在 為什麼買二手車會有糾紛 就是沒有告知啊 吹一下 剛過彎喔 我踩到底了 剛剛沒有踩到底了 我剛剛沒有踩到底了 它那個低檔位的那個實筆有一點輸啊 那個落差也很大 順順開OK 可是真的極加速是不行 這有一個POWER 然後這邊有一個SNO SNO 綠 知道嗎 要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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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有一個POWER 給它按下去 欸我等一下看下去 那些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坐起來不會有彈跳 不舒適的感覺 沒有油啊 我們會不會掉車啊 見底了嗎 我跟你講老車是這樣喔 老車你不能太相信它的油表 有點誤差是合心合理 其實不管新車老車啦 新車是不見得 但老車有一個特別注意 油箱千萬不能常常讓它見底在加油 通常你在亮油燈之前你就要加油 老車它很多的散熱機制 其實就是利用 它泡在汽油裡面 所以幫它降溫嘛 幫汽油棒補降溫 所以你常常讓它乾了有沒有 乾了見底它是不是就泡不到了 然後它就沒有辦法散熱啊 所以它常常會很熱很熱很熱 汽油棒補是造成老車了價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汽油棒補很多的行車電腦其實是插不出來 尤其是老車更插不出來 所以汽油棒補盡量我們的油桶 不要讓它量油燈再加老車 還有很多人問說它多久算老車 那看你的公里數 一般我覺得超過八年這樣就要特別注意了 這底盤挺不錯的 它這個敏鎮具有改裝 沒有改裝 這過關很穩耶 很穩啊 舒服 真的滿舒服的 其實我以前就開過了 所以為什麼我很不喜歡現在這車子的車子 當然啊 它現在也有一些什麼F-Sport版本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讓我開起來感覺都很像是一台日本車 然後換了比較硬的避震器 然後去說其實我很像歐洲車 那感覺就很像 外國人女生胸部都比較大 那你一個女的 你去把胸部弄得跟外國人一樣大 然後你就說 欸我也是新式貓 其實骨子裡面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坦白說我覺得 這個歐洲車這個東西是這樣 它們造車的這個年代 它們的技術 它們的取向是不一樣的 考慮得比較周全 所以說 其實歐洲車的感覺 不是只有說 你把避震器加硬 然後把引擎弄得好像 力道很大 然後你就會變成歐洲車的力量 就是這樣吧 因為它牽涉到很多 包含結構 包含擋住的設計 跟配重 比如說像BMW 最唯一的津津樂道 就是它的配重 它的配重 是連油箱 加滿油 跟聖飯桶油 它都要把這個計算在它的配重裡面 甚至你載幾個人 它全部都穿進去了 它全部都穿進去了 所以 其實不是那麼單純的說 避震硬還是軟 對不對 像韋哥那個K9 換避震 開起來我想說 什麼也不會 不會 那我覺得現在 現在新的Lacens 就讓我有一點 感覺就是 一台日本車換得不兇的感覺 但這一台車啊 是我覺得 我開這麼多的Lacens的車款裡面 讓我覺得它的反應 最接近歐洲車 喔不行 不是不是 它這個反應不是像後頭車 我覺得它這個反應 應該像是 比較緊繃的日本車 底盤改得很好的日本車 喔 改這樣就對了 這樣講就對了 因為它開起來還是有日本味 你知道這台車 我們放了一年沒賣 這台車都用來做什麼 借客人當代曝車 來 很多人都要小吃汽車的車服務 對不對 跟我們買車的客人 你如果車子要回來 幫他維修保養 還有烤漆什麼 有沒有 你是沒車 你開來我們就借你 甚至比你的等級更高 為什麼我們也挑這台車借客人 第一個 剛講 那這種高級TOYOTA 你想想看 你如果借你去 你的車先去小吃汽車保養 然後小吃汽車借你一台車 結果你開一開購的樓丟家 你會覺得很賭氣 媽的竟然爛車給我 看我本來開我的車好好的 結果你借我代曝車 好還有雕掐 所以我們就找了什麼 穩定性比較高 高級TOYOTA 這種雕掐的機率就會 相對比較低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借客人 客人開到這個車也會覺得 哇小吃我不過跟你買一台Vios而已 你借我一台 你借我一台 ASUS 有沒有那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它這台車就一直 拿來當這個借給客人用的代曝車 可是其實很多人會想說 哇小吃你這樣是不是很虧 不會 我跟你講不會 因為客人也順便再幫我試車 以前借客人有一些代曝車回來 小吃那個雨刷 好像馬達刷的有點慢 好 謝謝 謝謝 馬達改進有沒有 要不然我們車那麼多 哪試的瓦 減二個 放大 減四個 有沒有 吃過幾次拜託 喝牛奶什麼 拜 拜兵 我不可意思說 牛頭好不好 我剛剛有更正一下 那個當時這台車 新車Sport的售價 應該是139萬 然後如果那個 是沒有Sport的版本 16吋鋁圈的 當時新車售價是133萬 差6萬 因為新車差6萬 其實大部分 都會買Sport比較多 那我覺得開起來是 覺得還滿輕鬆 而且最讓我驚豔的地方 是它這避震器跟鋁圈 都是原廠的 但是它的過彎的支撐性 真的很棒 我本來剛開始開的時候 我以為是改裝的 結果後來我看都是原廠 那我就能夠想像 這個原本 底盤設定有多棒 這個雙鐵背做得有多棒 再加上說它是後輪驅動的車子 所以其實你在過彎加速的時候 你可以微微的這個 董哥最喜歡做的 屁股都會帶一下 有沒有 董哥是不是這樣講嗎 還是他都傻笑 大家都說這個董哥笑得越開心 就是車越能買 是這樣嗎 笑哪次不笑 為什麼後輪驅動的車 一直是很多 這個性能迷 或者是操控迷 首選的一個車子 雖然說這個四輪傳動的車款 是比較穩健的 它會把你緊緊的抓在地板上 可是事實上 其實在於操控樂趣來講 其實後輪驅動反而是比較容易 讓你體驗到這個開車的 樂趣的一種操控方式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一些 你想買進口車 你想要買一台後輪驅動車 你想要買一台便宜的高級房車 但是你又很擔心 你的荷包守不住 就是要買Lessence 你不一定要買我這台好不好 現在很多人會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媽的影片出來都賣掉了 以至於什麼 我很多車拍完影片賣不掉 大家都覺得一定賣掉了 有沒有 所以影片拍完 你說那一定賣掉了 不用問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推車的意義 就是分享一些小吃自己很喜歡 或是很懷舊 或者是覺得很有CP值的車 來這個推薦給大家 那你不一定要找我買 因為可以去社團 因為這個車應該應該一些社團 還有一些照顧得不錯的車還在販售 這真的是升級版的Toyota的感覺 它還是同一個公司的造車裡面造車概念 可是它把料用得更好 包含這個地毯的隔音的厚度 包含這個裡面的內裝的質感 每一個這個開關的這個用料 包含裡面有燈 你如果說阿提斯就偷掉了 對不對 要省錢啦 只能賣六七十萬而已 你看的話這個是長毛什麼 便宜的做法就是 連這邊都是塑膠的 有沒有 貴的做法就是連這邊都龍毛 這邊也是毛的 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車是這樣 省錢有省錢的做法 要看它的客群鎖定在哪裡 誰不會做高級車 你說納智傑會不會做高級車 會啊 什麼東西都用到最好就好啦 什麼電子的東西都給你上 那我怎麼不會做高級車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 車子的行情跟價格 這個車現在目前市面上 如果是車況完好的狀況之下 應該行情會在15萬左右 好那這個賣出來 在市面上這個車應該都要超過20萬 行情是這樣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我剛剛講推車只是為了推薦 不一定要來買我這台 因為我這台看狀況 搞不好也是不會上價販賣 我跟你講最常見賣車的幾個說法 我車都沒賺過 一手女用 車上還有香香味 前車主是這媽的空姐 因為空姐最近 Case沒那麼多 所以他就賣車 媽的那個喝茶的也都這樣講 空姐兼職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嗎 反正這個這媽的行銷嘛 除了空姐的用車那些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 為什麼要賣車 因為那個 車主車太多了 他有一台法拉利 還有一台林寶傑尼 一台那個Vendium 這個Lasers算是最便宜的 所以要先賣 反正太多了 太不了那麼多 一定要講好的 你知道嗎 就像我跟妳講 網友看到一定會有同感 你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都問說 這屋主為什麼要賣房子 他一定會跟你講 屋主常年在國外 全家移民到紐西蘭之類的 然後讓你聽起來覺得 哇這個房子帶財有沒有 在那邊賺錢賺到移民紐西蘭 有沒有就可以買 我跟你講啊 問那些都不準啊 偏偏人又很愛問 那你為什麼要賣 為什麼要賣 買車子買房子買什麼 大家都很好奇原因 可是殊不知 他說出來的原因 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就跟你馬子 不愛你的時候一樣 你為什麼不愛我 我跟你講 媽他講一百個理由 沒有一個是對的 正確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就是不愛你了 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不要問最純的 我到底哪裡不好 有沒有 不要就不要了 問那麼多 改個屁啊 你能改成變成P1M嗎 不可能吧 不然你改啊 你改啊 來啊 沒有啊 媽的 興趣賣 是不是 興趣很興趣 興趣不合 你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興趣不合 好啦 那我再開一下 這個總結 我覺得它底盤真的是蠻 超扣真的很靈活 因為它原本應該是一台 有重量感的車子 我記得它重一噸多吧 開起來它就像是有重量感的車子 可是呢 在這個過彎啊 變彎車道的時候 我底盤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靈力很多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比較喜歡IS300的原因 因為呢 除了五速的變速箱以外 又可以復服的 動力 覺得不夠的那種缺點 那再來這油耗啦 我記得這個一公升大概五千 大概六公里 七公里而已 這個是實際的測試 但官方的我就不曉得 好啦 差不多啦 今天的IS200是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 IS200 300 300還好 300真的要找找不到咧 300台灣有進去 有啦 那時候有進去 我大概這兩年只遇過一台 還沒有買到 價錢爆出一個區域 我已經爆比較高了 市價也高了 買不到也好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稍微處理一下車子 不是 那個自己 捨不得賣的車比要賣 已經快比要賣的車多了 哈哈哈哈 公司喔 停車位啊 有三分之一 可能什麼都是被沒賣的車停車 我說三分之一 應該有 快機一大警報了 我現在有時候看到快機有眼神 那快點別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 很怕他跑來跟我講 欸 那個人有嗎 怎樣怎樣怎樣 沒錢什麼話幹 我沒碰到最愛 我看你 哪有側 很適合 不看你 就給你 聽你的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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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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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很快 你猜這個油箱幾公升,我猜40幾 兩些細心應該大家都內容量都大概在50公升左右 50公升它一定有UB的,大概5公升左右留下來 所以你加滿有應該比如說43公升左右 像我們現在已經見底到不能再底,已經快要加了 我們現在加,我再猜應該43、4公升 Malo那個218超爛的,你知道我218加,加滿一桶不用一千 不用一千塊,媽啊三幾公升而已啊 太小了吧,它應該是全部40公升 然後你去加油只能加到30速通,33左右 你知道每個禮拜跑加油站 媽啊我這開一開又亮油燈很煩 因為它加油頻率真的太高了,高到我有點賭氣 欸你看50公升超過了,這60公升耶 這麼大,那這代表是60公升的啊 我是沒有去查數據啦,我剛剛是開的 我們要加了58,加了58公升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單子,給你拍單子 怎麼大啊,啼笑喔 以這種size的車來講,油箱有60公升很大的 這一般是3000cc才會設計的油箱容量 你知道嗎 我猜喔,有可能是當時它賣到美國 後歲要大一點 靠北安,你媽啊,美國那個路那麼長 油箱座很小,媽的 這個加油站,下個加油站都到不了 顏忻可以 想看到的 ₀ 按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した